現在大家要拿單眼相機在電腦上直播 就會想到拿擷取卡 這個擷取卡現在都已經很方便了 誰插即用 隨便買一支擷取卡插到電腦啊插到你的Windows啊還是插到你的Mac 打開你的OBS就可以做直播了 這種稱為是免區的擷取卡 那大家有沒有好奇是說這種免區擷取卡是誰先做出第一支啊 是不是以前到現在就是都是免區啊都這麼好用 不是這樣子的 時間回到2013年之前 那時候的HDMI擷取卡全部都是需要灌Driver 需要灌Driver的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廠商不願意積極研發這個免區的驅動程式的這個擷取卡 我研發免區HDMI擷取卡對我們公司是沒有利益的 為什麼 因為已經開放了嘛沒辦法用軟體去綁住啊 我現在 做出這個是硬體然後透過我這個 驅動程式 透過我的 應用程式綁在一起 才能讓我的廠商的利益打到極大化嘛 比如說那時候做HDMI的擷取卡 能夠針對Mac 那也是超賺錢 因為那時候擷取卡沒有人在Mac上使用 你能夠在 你能讓HDMI畫面在Mac上面出現出來 哇你就發了你知道嗎 而且那時候他的軟體也只有限制說他們自己的軟體 沒辦法 跨 跨軟體使用 比如說可以在自己的軟體使用不能在Mac的Skype 不能在Mac的QuickTime使用 不行的 就是極封閉的 那時候常常不願意想做這種開放式 因為對自己的沒有 沒有好處 那是誰把他打破了 就是在下我把他打破了 2013年那時候就很多使用者在問說 有沒有辦法做出免區的擷取卡 你看吧你我就已經做出免區的AV端子的擷取卡 那有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免區的HDMI擷取卡 是非常難的 所以我們再跟你講說為什麼不能做出的第2個原因就是技術難度非常的高 剛剛講的那個是主觀因素不想做嘛因為那個會破壞廠商既有的利益 因為太開放了 就沒有自己的利用價值 好那第2個就是說 這個產品啊IC整合度不夠高 那時候沒有一個IC可以 可以這樣做出來所以你必須要這樣兜來兜去要想來想去 你要把這個IC業界想得到的IC全部都在一起 那好險我們以前是在做IC設計出身的 知道說哪些廠商是有這樣的IC出來的 好我們現在講說這個免區擷取卡為什麼會很難做 你要先想一下 HDMI是屬於 視訊的設備 視訊的那塊世界 那這個webcam是屬於IT的世界 IT電腦這塊的世界 那 早在2005年的時候微軟有定義的叫做UVC的驅動程式 就是說啊告訴這些做這個webcam的廠商說 哎你只要符合我這個UVC的這個格式的時候 日後你在我的任何台電腦都不用灌Driver 就可以直接使用 Mac也覺得不錯也後來也跟隨了這個微軟 Ninus也是一樣後來都跟隨微軟走這條路就是UVC的這個驅動程式 所以後來那時候的這個攝影機啊USB攝影機 幾乎啊都是符合這個UVC的這個格式 隨差即用 那這個USBwebcam的格式 的攝影機跟擷取卡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先看看這種webcam的格式 這webcam主要有兩個IC一個是CMOS的Sensor 一個是Bridge 那這Bridge是要達成免區 他的條件就是說 這邊路徑是八條八 八隻腳 就是CMOS丟出八隻腳的那個路 的那個 訊號給這一支Bridge 然後這兩個 串接在你就可以使用了 可是你想想看哦HDMI不是這樣 HDMI是屬於視聽的那一塊世界 他出來的路 出來的腳是16根腳 我們稱為是BTE120 那CMOS八隻腳我們稱為是656 656是八隻腳 BTE120是16隻腳 那16隻腳怎麼接這個八隻腳的這個不律局呢 所以沒辦法接 所以你必須要中間要串 串一下IC 將16隻腳轉換成八隻腳 所以也是搞了蠻 老半天我們後來才知道這個問題 那好險那時候在2013年也是遇到一個貴人 那時候就是 我的前東家那時候也要開始要做這個電子的模組 那非常的幫我 那我跟他講說 我想要做這個 捷取卡的模組你會幫我 那我的老東家那個好朋友嘛他也就是願意幫我 他也就是幫我找解決方案 從什麼你看得到市面上檯面上的都看多都有找 什麼蓮勇啊瑞玉啊松翰啊 什麼什麼 什麼 哎呀滿一堆啊很多很多公司都有選啊 我記得剛開始非常好笑我們那時候找一個是蓮勇的方案 蓮勇那時候丟出來是一個LVDS的方案 哇那個就更要串 還在中間還在串一個什麼頭須把的 喔那個也是搞了我半天也是沒有搞出來 最後放棄 好啦最後再搞出一個方案就是 找一個那個靈仰的方案 靈仰他的Bridge啊 他可以吃8bit 然後呢我只要把HDI訊號 16 轉換成8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要再找中間那個IC 所以中間那個IC非常重要啊 怎麼將你的16隻腳轉換成8隻腳 就是16轉8的這個 這個scaler的IC 那剛好好死不死 我全東家 就是也不瞞你說啦就是那個義龍店的一個子公司啊就是液晶科技 他們公司那時候做了很多什麼魚眼的IC 魚眼的一些ASIC的IC 那 魚眼的IC我也看不上眼啦反正 其中就有一個功能就是 他可以將16隻腳轉換成8隻腳 就剛好派上用場了 所以那時候就是將 那一隻那個液晶的那個 16隻腳轉8隻腳那個scalerIC放在中間 所以我這三個IC都在一起就可以使用啦 就是前期是那IT的HDI的 RX 那中間就是16轉8的那隻scalerIC 那最後端的那一個就是那個 USBBridge 林陽的這個IC 所以這樣兜兜兜兜 好像 概念都可以好像理論上是可以兜起來 可是也是搞了老半天啦 這個 你看 我這張圖啊 就是當初做出來的 也是搞了老半天 這個最興奮的就是 這個產品 可以使用的那個Isana 真的是太開心了 我那一年的9月12月 剛好那就是這個產品誕生出來 這次誕生出來就終結了 2013年之前 擷取卡封閉的這個市場 這個就是中間就是16轉8 然後這個是剛才講的那個 IT的RX 這是那個林陽的Bridge 這三個串在一起 就可以通了 那時候才剛做出來嘛 然後隨便放個YouTube上面 哇就好多老外就要這一支 後來啊就經過這市場的 多年的演變啦 你看嘛那時候是2.0的 過了兩年之後3.0也出來了 那就有人說那可不可以變成3.0啊 那我們在想說那變3.0有什麼好處 3.0有好處啊 因為我們原本是走2.0的嘛 2.0的話 HDI訊號灌進來之後 因為這頻寬太小了 所以你們要走Motion JPEG 就是 JPEG壓縮 才可以 又壓縮嘛 才從這個路徑 灌到電腦裡面去 那如果你是走3.0的話 那就會不用壓縮就可以原汁原味的 灌到電腦去 這樣就非常漂亮畫面就非常漂亮 於是乎啊後來我就做了 這一款 這一款 這一款就是 這款之前還有一款就是Phebon198 那一款是那個REALTECH的方案 後來有做出這一款 這款是Phebon178 也是3.0的 說到這方案蠻有意思的 那個方案裡面是瑞譽的方案 那時候瑞譽啊 他們內部有在企劃說 可不可以將外部的HDMI 灌到 Chromebook 那時候是Chromebook的樣子 就是你的Chromebook也可以當台螢幕使用 他就先把這方案做出來 那總的去推給Google去看說 要不要採用這個方案 那剛好我們也得知這個消息 我們就把它拿來引用 弄到這裡面去 但是那個瑞譽那個方案是蠻多的問題的 因為他不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就是 其實HDMI蠻複雜的 HDMI有各式各樣的解析度 UVCE有各式各樣的解析度 這兩個要怎麼搭配 你看喔 User可能選 HDMI可能是1080P進來 然後出去 UVCE有可能 是64048有可能是1080P 這兩個是獨立事件的 那你獨立事件怎麼怎麼串在一起 就必要靠中間那個叫scaler去做 不管 看是怎麼進怎麼出最後都會一樣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他們沒有做我就不知道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裡面就多串了一個scaler IC進去 就可以達成一個比較 方便使用的東西 後來啊這個USB3.0做出來之後 然後呢 就有使用者講說 這個HDMI的訊號啊 我可不可以到4K標1080P OK 所以我們來總理總整理一下 這些擷取卡會碰到的一些事情 這是HDMI的擷取卡 那 你首先會碰到的是USB2.0 或是3.0 所以第一個會改良的地方就是2.0可不可以變3.0 除此之外 2.0變3.0只是頻寬變大我們還要再增加一個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就是 可不可以將ISOMO變成BOCMO 什麼是ISOMO ISOMO就是說 是擷取卡 插到電腦裡面 同一個時間他只能保證插入一支 當你插入第二支第三支的時候 不敢保證會使用 那BOCMO的話是顛倒 同一台電腦 可以同時插入一支兩支三支 一定都可以使用 如果你的電腦能力很強 那當然畫面都很順 如果電腦不好的話那當然都會動但是畫面不見得很順 但是至少都能動 所以我們第二要改良就是說 可不可以走成BOCMO 這是第二件事情 哎呀我們在賣那麼多年啊還有就是 這個關於這個HDI的部分 這HDI訊號剛有講嘛 可不可以從1080p變成4K OK 好 那當然中間過程有一些廠商有做出來說號稱是4K的解取卡 但是那也是 騙人的啦 他所謂的4K解取卡是說 吃進來的4K但是丟出去的呢 還是1080p 真的是騙規格 所以他們那時候講的4K解取卡都是騙人的 直到最近我們有開發一個產品就是真正的4K的解取卡 4K進來 然後呢UVC出去也是4K 4K進來喔進到電腦也是4K 好這是我們要改良的 以前都是以前做的4K解取卡那是騙人的因為他 他只是 騙你說他可以吃4K的訊號 現在我們是IN OUT都可以 輸入跟輸出都可以4K 好 那再來就是說 HDCP的問題 這個HDI訊號啊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有一些電視訊的格式他就是吃不到 比如說你今天接Sony的DVD啊或者是 接這個 比如說你接這個iPad iPad的這個Netflix 這Netflix 你要把他截取到電腦的OPS去錄影 是沒辦法截取的 這是最大問題就是 HDCP的問題 你會常會發現有一些問題是第一個連畫面都沒有畫面 第二個是有畫面沒有聲音 這是最常看到的情況 這個就是因為HDCP沒有處理好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 從2013年研發到現在2012年 我們已經累積了蠻多的這個市場的資訊 我們知道說 使用者大概要就這幾個功能 那當然還有一點是重要就是低延遲 可是啊這個低延遲 是跟方便使用又是一個敲敲板 OK所以我沒有把低延遲列入我的想法當中 基於這四點 所以我們就研發出一款 這一款 這一款是我們在年底的時候也會發表的 Fabon 179的Plus HDI解區卡 我們該講到四點他都都可以解決 第一個是USB3.0 評判變大 第二個是USBBOC mode 同一個時間點可以 插入這個電腦多支的這支解區卡 我們有實驗過 插入三支四支是都沒有問題的 一定都可以使用 好 第3點就是 4K 進出 4K的畫面進來 然後呢UVC是4K出去 還有一路是4K進 4K進然後bypass4K出 沒有問題 第4點就是HDCP的保護 這個可以破解沒有問題就是HDCP的畫面進來 也可以吃的到畫面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 今年年底會發表的這一款 Fabon 179Plus的HDMI解區卡 各位大家已經很好奇說 現在解區卡已經泛濫成這樣子 我幹嘛做這個做這個會不會賺錢 我覺得是不會賺錢 但是這是一種 死命啊怎麼說呢 因為我做了2013年做到2021年到現在 從以前的獨佔的 市場到現在已經大家都在賣 那賣的人也不知道在賣什麼 買的人也不知道他的需求到底對不對 然後呢他就問賣的人賣的人他跟你說什麼都可以用什麼都 結果買回去的時候 什麼都不能用 那我們要做一個 一個區隔這個市場 就是 我不要讓什麼事情都模擬兩格 1就是1 2就是2 3就是3 好 客人來問我鬆細的時候我一定會具實的回答 而且 我也把之前 擷取卡各家廠商的缺點 全部都把它給 丙除掉了 全部整合在一起 我們剛才講的說 擷取卡 剛才有講到4點 第一個是那個 3.0 還有BOCMO 還有 HDI的那個 HTCP保護 還有4K 那也許有些廠商 就是這4點就能抓2點 做到 可能 那2點都沒做到 那我們今天做出這產品是 把所有的產品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所有的缺點 以口氣把它整在一起 做出一個完整的產品出來 那至於說 會不會賣錢 那就隨便他吧 反正 我的責任就是把我 認為一個完整的產品給做出來 那當然啦 希望是說 在年底在賣的時候 有需要擷取卡的朋友 可以來跟我 洽買 謝謝